陳寅是區域的民進黨的立委 他是覺得這個版本不好的應在修改 吳玉琦是民進黨籍的 他也不支持 蘇小惠也寫過文章不支持 那時代力量搞入於用臨場左右都是很清楚的反對的立場 請教一下關於傳統聯誼 如果小英總統他今年還是沒有這個答案 我們就一直住在這裡 我們的帳篷應該會越來越多 希望全台灣的族人都可以來這裡住個一天兩天 一個月都沒有關係 那會不會訴求國際媒體來重視小英總統 已經在聯絡當中 應該明天會有台灣的媒體 我們這週應該會有國際的民進友會來聲明這件事情 已經都在聯絡當中 可以再問一下 因為就是之前普方的回應是說 到原住民族的轉訂正義委員會來討論 那我們是不接受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們第一次開會12月 其實這件事情11月就很多人到立法 到行政員門口去抗議 那麼重要的事情有問過原轉會嗎 他們10月中不是開過一次會議 現在出問題的時候交給原轉會 怎麼會是這樣子呢 他說下一次不開的時候 對 那12月他們有開過一次會 對 他們為什麼12月不討論這件事情 11月就有人去抗議 那要公布這件事情有沒有跟他們討論 出問題才找他們 他們是橡皮圖章 希望這些我們禮拜三也會開一個記者會 針對這些原轉會的委員 他們的立場是什麼 我們也希望我們可以很清楚知道他們的立場 對我們的族人有個交代 表達他們的態度 必須在禮拜三 我們還是正在聯絡當中 請問他有媒體朋友要發問嗎 好嗎 好嗎 好嗎